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用实际的梦想 取代不可能的梦想 有时候不可能的梦想 听起来也是振奋人心的 但因为它属于不可能的梦想 所以是不可能达成的 有时候反而会打击我们的自信心 有一种想要把方颓放进圆孔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适当的用可能的梦想 来取代不可能的梦想 累积可能的梦想 有时候反而会容易去达成 过去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梦想 总而言之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要寻找可能的梦想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要妄想 不要妄想 一个人妄想他就会妄求 例如说我们凌晨一点钟两点钟才睡觉 然后就企图自己四点钟五点钟就能够起床 赢在早晨那是不可能的 早起前提条件一定是早睡 这个就是妄想妄求 很迟才睡觉就希望自己很早就起床 妄求妄想是长期而言呢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梦想 回到可能的梦想里早睡 我们就能够早起 早起一日之际在于晨 另外呢 更准确的说是一日之际在于迎 早上的三点到五点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么早起床 可是呢早起一般而言 都能够让我们超过别人半天的精彩 所以祝福大家寻找可能的梦想 代替不可能的梦想 祝福你